伍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股市人生频道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9号周五 是个黑色星期五 今天纳指大跌2% 标普大跌1.29% 道指下跌0.86% 今天权重股都在下跌 而且跌幅比较大 英伟达下跌4.9% 而Meta3.84% 苹果1.51% Tesla2.05% 我们看到股市要回调了 看标普 这是它的趋势线 它连接1月份和3月份的高点 在本周二 标普触碰到了这条下降趋势线 但是周三它没有向上突破 它选择了向下 这里收了一个小反转十字星 它遇到压力上不去了 今天周五更是跌破了这条0.5这条线 看RSI已经形成死擦 是卖出的标志 看DMI ADX和ADXR这个黄线和蓝线都已经向下反转 表明上涨势头停止 而CCI在本周二就表现出很明显的背离 CCI是最灵敏的指标 这一波标普会回调到哪里 我们先看下周吧 我们来预测一下下周标普会到哪里 以前我们讲过利用VIX恐慌指数来计算下周标普波动区间 今天的VIX标普500波动力指数是20.6 把它带入这里的公式 可以计算出每周预期波动幅度 也可以计算出每天预期波动幅度 今天标普500指数是228.48 把它也带入 以前的视频讲过计算 我们把VIX20.6分别把它代换成 它这里变成428.48 用Excel计算 得出下周标普波动区间 在这两个数之间 我们在复图里给它标记上这两个数 就是4105下面这条线 它正好跟0.382重合 上面是4351 这条紫色的线 下周标普就会在这两条线之间波动 另外我们看这条黄色的线 以前画的 说它是非常强的支撑位 这里呢也正好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它的在4137到4177之间 中间值算是4157上下吧 如果回调 它也会是支撑 所以下周标普会在这里 狭小的区间内得到支撑 在4106到4171 这里得到支撑 这里从最高点也下跌了接近5% 差不多了 如果它到下下周 8月29号的时候 它又下跌 那到时候再看吧 我觉得到这条黄线上下这个位置 应该是加仓的好位置 或者你加仓 福特汽车呀 苹果 AMD呀 GFS 高通 都可以 英伟达现在有点麻烦 它8月24号 出财报 也就是下周三 看看吧 很多人都预测它会爆雷 我们加仓什么都要分批 买什么都分两次 甚至三次 至于下周 会不会它又向上冲了 向上突破了呢 除非有特大的利好 一般不会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圆圈里的 在这里也是跌破了 0.236这条线 但是这里周三 通胀数据一出来 变好了 利好消息就刺激它 又冲上去了 目前呢 显然是没有什么利好消息 FED美联储 正在开始打压股市了 我们看 美联储决心战胜通胀 不会 另阵退缩 这里坚定的鹰派立场 美联储官员说 将近一切努力 遏制通胀 有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陷入衰退 怎么上次不这么说呢 GDP两个季度增长为负值 他们还极力否认陷入衰退呢 这就是个信号 美联储刻意打压股市 防止股市过热 这些天不是那些 腰股腰风又来了吗 那些咪姆股又来了 每隔一年半载就会出来一次 不是听说那个南加拿大的学生 购买了550万的这只股 BBBY 赚了几个亿 一个学生怎么能有那么多钱 融资他也融不到550万 背后他就有人操纵 这种投机盛行 美联储就要打压一下了 不是说永远不要和美联储作对 人家要让股市下跌 我们就不要非得这时候去做多 去买靠 而要等它落下来再去买 或者现在买put 8月份还有一周多了 有一种说法 9月魔咒或者9月效应会不会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张图 道指每月平均收益率 目前这是我找到的最清楚的一张图 我们看到9月份 平均收益率最差 在这里圈圈里的 它是复制 它甚至比5月份这里的还要差 即使在中期选举年 这一个红色的柱子也很小 还有这张图 这是一年中标普 变化曲线 上面是 All other years 就是其他年份的 下面蓝色的是中期选举年的 我们看到8月份 它经常是微跌 在这里8月份 它是微跌 然后在这里震荡 这里又上升一点 到9月份开始下跌 而且经常是中期调整 不是小回调 然后它会震荡下行 到这里 到10月份 10月底 在这里 它才会开始上涨 接下来 11、12到下一个1月 都是好 月份 而非选举年 它也是在9月份 在这里开始下跌 一直到 11月份 才开始上涨 区别就是呢 在这里非选举年 它在这里 涨得比较高 在8月份之前 都涨得比较高了 而选举年 是一直把它压得很低 等到选举结果出来 或者即将出来的时候 它才开始爆拉 这些值是概率 或者是平均值 不一定每一年 都是这个样 有意思的是这张图 2022 Decennial Patent Roadmap 它就是每隔10年的股市走势图 平均是1952 627282 就是12结束的年份 它的走势几乎都是这样子的 在8月份呢 在这里 先上涨 又下跌 然后又上涨 震荡 然后到9月份 中期调整 开始下跌 到10月中 在这里 又开始上涨 2022年 今年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至少 从前面1到8月份 符合这张图 它也体现了 五穷 六绝 七翻身 什么意思呢 就是5月份呢 就是穷途末路 6月份 陷入绝境 就是要见底了 7月份 它通常会反转了 我们看今年 5月份 在经过几次下跌之后 在这里标普已经跌到了3800点以下 然后在这里超跌反弹 6月份又下跌 但是在6月17号 见底了 7月份 是不是也翻身了 虽然这不是必然的规律 但是股市它就是这样 历史会不断地重演 在我们对股市感到茫然的时候 看这些图 也许是我们感到不再那么茫然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做规划 我们看标普 在21年9月份 中期回调了5.2% 在20年9月份的时候 它回调了9% 在这里上升到这里 10月13号又开始下跌 然后到10月底才开始上涨 具体到每一年都不会绝对的相同 如果标普 它回调到这里 这黄线这里 这是紫色刚刚算过的这个波动区间 4105 或者甚至它再向下到0.236这里了 都有可能 但是确定的是 它早晚会冲破这条下降趋势线 走进牛市 可能会到10月11月份 如果它回调在这里 这个区间就是我们加仓的好机会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请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